大家好 我是阿彭 因为这个牛已经翘尾巴了 就快要生小牛了 一般像开了这种母牛老是在翘尾巴 那个小牛就差不多要生下来了 这个牛已经破羊水了 那个羊水都快要生了 所以我要守着它 万一那个小牛生下来 就会被它擦死 你看这里掉了一泡羊水 而且这个牛 它快要生小牛的时候 它就劳力在出地 它说尾巴也翘起来 尾巴也会翘起来 因为这个快下来 所以要给它吃好一点 不吃好一点 等一下它们有力气生 给它一点玉米粉给它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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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快出来了 这个牛已经伸出一个脚了 看到有个脚了 也许就快伸下来了 看着有两个脚了 已经伸下来了 这个小牛蛮大的小牛 现在这个牛妈妈还要帮她把这个身上的这个羊水啊 铁盖正不也太冷了 这个小牛伸下来也很大 这个牛妈妈还蛮痛小牛的 你看她知道把她那个身上都铁盖正 这个比上次那个还要大一点 上次那个是那个西门塔尔的 所以那个牛肿头骨是白色的 这个我配的是那个利木架的 所以她那个头骨没有白 是全身都是黄色的 这个是别人丢掉的那个辣的西梦斯 以后我都把它解回来 要了这一块布 跌在这个上面呢 那个小牛就站得稳了 不然地太滑了 那个小牛站不稳 所以也不敢证据 因为现在这个母牛下了小牛 特别凶一点 也许是这个牛太喜欢这个小母牛小牛了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公的 是母的没有看了屁股 这个小牛是个母的 下母的还好一点 他又可以又下小牛 现在小母牛比那个小公牛要贵一些都快捷 这次下的这个小牛还蛮顺利的 周梅转护 吴